但你来关心工商时报的头版焦点 今天主要聚焦的是欧美制造业的景气 呈现了两样琴的表现 欧元区是因为量化宽松的措施式奏效的 欧元区三月制造业PMI的中值 是上升到了52.2 优于初期的51.9 升到了10个月的高点 主要是由西班牙、意大利成长 还有德国表现转强的带动之下 凸显了欧元区的经济有复苏的迹象 不过反观美国三月ISM的制造业景气的指数 则是连五个月下滑了 来到了51.5低于2月的52.9 是不如市场预期的52.5的 降到了近两年的低点了 经济学家就表示说 疲弱的成长加上强势美元都不利制造业 经济数据也使得欧美股市 在第二季的第一天表现就是涨跌有别的 欧股是反弹了 不过美股却是走弱的表现 所以就带您来关心昨天的美股表现了 主要是受到了两项利空消息的冲击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ADP私人企业 第三月新增就业是18万9千人 是不如预期的 加上了三月ISM制造业指数是下降到了51.5 创下了近两年的低点 经济数据是不如预期 美股是开低震荡的 四大指数是同步收低的表现 好 现在您来关心的是道琼工业指数的部分 受到了Intel和Walmart麦当劳焦身辉瑞的拖累之下 指数可以看到是震荡走低的 是收低77点 收在17698点 跌幅是0.44% 是准备要回测半年线了 接着关心的是Nestec指数的部分 受到了思科 IBM Google领跌之下 加上NBI生计指数是同步的拉回了 Nestec指数可以看到是收低0.42% 收在4880点 准备是要回测季线 而备半指数的部分是收到了 博通、Intel、德宜、Skyworks的拖累 指数是震荡收低了0.6% 收在691点 也是准备要回测季线的表现了 最后看到的是标普500指数 则是在航空、生计、科技股的拖累之下 收盘是下跌了0.4% 收在2059点 是失手季线的表现 接着带您来关心的是重要成分股的部分了 先关心的是Apple Apple在中国大陆启动了iPhone就换新的活动 二手的iPhone4可以是折价250元的人民币 即使是全新的iPhone5s也只能折价1500元人民币 远低于二手市场的价格也因此市场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Apple可以看到收盘是下跌了0.14% 来到124.25美元是回测季线的表现 接着带您关心的是Google Google发表了售价不到100美元的电脑棒叫做Crombet 外观是类似于随身碟 只要是插上萤幕就可以变身为电脑 不过Google可以看到收盘是一路跌 是下跌了0.94% 收在549.49美元 是准备要回测半年线了 接着关注的是微软 微软则是发表了第一架的平板电脑Surface 3 售价只有499美元 预计要在5月5号是全球要开卖了 只是微软昨天股价是表现平平的 昨天收盘只有小涨了0.15% 接着关心的是神达 美国子公司新巨司公布了首季的营收是32亿美元 EPS是1.46美元是不如预期的 本季的猜测也是同样保守的 新巨司因此收盘可以看到是一路走跌 大跌了6% 失守了半年线 接着关心的是Walmart Walmart近期传出向供应商施压 要求要削减产品的成本 希望可以重夺零售霸主的地位提振销售的数字 Walmart收盘可以看到是下跌了1.8% 是回测了3月11号的前波低点了 接着关心的是台股的ADR部分 昨天也是同步拉回的表现 台积电是在外资连期卖之下 ADR可以看到是下跌了1% 溢价幅度是缩收链了 接着关心的是联电的ADR则是下跌了2.4% 是失守季限 另外GP Morgan调降了细品的平等到于列于大盘 ADR可以看到是下跌了0.8% 创下了两个月的低点 接着在您关心的是欧股部分 市调机构Market公布欧元区三月的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是上升到52.2% 创下了近10个月的高点 显示QE是发挥了功效 为欧元区的经济是注入了复苏的动能 利多也推升了欧股三大指数可以看到是同步收红的表现 现在您关心的是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受到了银行和制药股的带动震荡收高了0.2% 收在12001点是再度的占上了12000点的关卡 接着关心的是英国股市 英国股市是在银行和能源股的带动之下收盘是上涨0.5% 收在6809点是准备要来挑战季限了 接着再您关心的是法国股市 法国股市是受到了金融航空股的领涨之下 收盘是上涨0.5% 收在5062点 准备要挑战的是3月24号的波段高点了 最后关心的是商品期货的部分 伊朗和欧美国家现和谈判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 双方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 也因此油价是大涨了5% 来到每桶50.09美元 重新的占回了50美元的关卡 另外美元是转弱了 加上美股市拉回 避险的需求增温转进了黄金 黄金是上涨了2.1% 收复了1200美元的关卡 以上就是最新的原物料商品报价